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董一博女25岁河南人 美国佐治亚大学硕士教育文学专业 土雷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董一博 25岁还在拼搏 非常开心来到这里 向大家介绍我自己 佐治亚大学是我的母校 语言教育是我的专业 毕业后在高中任教 这是我第一次登台 但我会尽量让自己放松 如果您觉得我不错 给我留灯 中不中 谢谢大家 还挺押韵啊 押韵你 什么时候回国的 我是今年6月底 刚刚坐飞机回来 很不容易 那这个回国之后 这段疫情期间都在家里干什么呢 我首先我在广州隔离了14天 然后回到洛阳 我的老家是洛阳嘛 然后就因为当地的政策 还要再隔离14天 于是我就这一个月就在家里 就一直在隔离 这个姑娘的字里也写得不错啊 就我有点特别不明白 你看她那个样子属于萌萌的 很活泼的状态 但她居然是学严谨的金融学 其实当时学的 因为当时我还小 我并没有自己的一个逐渐去说 我喜欢什么 然后我去学什么 被迫的 对 我是我的父母觉得 学金融赚钱 你就去学金融吧 然后我就说那好吧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我是有能力把它学好 这句话很有底细啊 我虽然不喜欢 但因为能力学好 来 我们说一下李昊阳和任东白 都比较关心的一件事啊 因为他是学教育文学专业 他是拿到了K12公立学校教学资格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特别难获得 特别难 特别难 确实不太容易 因为这是一个就是 在你去上研究生的过程中 你是需要去当地的学校 不同的学校去实习的 因为是K12 就是你从幼儿园 就从幼儿园到12年级 你都是要去实习 然后去了解 所以就是还是挺不容易的 你是喜欢教育文学 对 我是喜欢教育 这是你自己选的 对 所以我才选的 本科那是被迫的 终于自由了 对吧 那你在国外一边工作 有没有一边读书 有没有一边做教育工作 有的 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有去当地的Athens Chinese School 就是一个中文学校去当老师 然后我就在那里做兼职 然后每一个星期教两个小时 对 既然你获得了一个 如此难获得的教学资格 那你今天面试的 是不是教学感 是的 这个教什么 我想教英语 口语 你是不是冲着他们俩来的 是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吧 怎么羞涩起来了呢 因为我对自己 其实很没地儿 就没有 你没有一个参考标准是吧 对 因为我是 其实刚从国外回来 然后我对中国这些职场 没关系 那两个姐姐就是帮你这事的 你问他们俩 来来来帮帮这姑娘 薪酬应该基本上研究生八千加吧 然后您这个海外回来 还有一些实习经历 如果你刚好你的能力和专业都匹配的话 可以按八千加网上 这是市场上的一个薪酬范围 我给你建议可以拿到一万 因为你有K12的这个认证 在国内的中文老师其实没有几个有这样的认证 嗯 加到一万 对 我也觉得是那个要要到一万家 东哥你这是吃瓜不嫌事的 因为我也想要他 因为我们要给很多大人教英语 哦 其实农村出来的 在家里做家庭服务的人教英语 如你如果愿意的吃 也可以看我的这份机会 好的 而且不只是可以教英语 我觉得有一些教育产品 你也可以做海外市场也是可以的 嗯 好的 好的 那咱们就选吧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好 只灭了一盏灯 还有十一盏灯 谢谢 谢谢大家 为什么 为什么 只有一个不会英语的灭了灯 我没有岗位啊 好 他没岗位 要感谢人家的诚实